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拉斯尼哥在过去这些年是从一个可能在欧洲甚至在奥地利有一定的本地号召力就成为了一个可能全球都会比较认同的这么一位二十世纪的女性画家 刚才提到最主要的就是拉斯尼哥基金会都接触了非常精归的拉斯尼哥基金会 他的作品非常的勇敢 然后虽然也是七十多年中是有各种变化 但是其实这条主线其实一直没有变 他就是需要表现他此刻的一种感受 李浩成是女版毕加索 也代表着她的一个野心 她的一个自信 包括她对自己的艺术的一个评价吧 这种较习的关系是 这种较习的关系是 是因为这种较习的关系 是在这里的中心中的关系 所以你能够重视 什么是 这种较习的关系 和关系的关系 从中心里面 到外面的关系 所以我能看到或是想到她的最重要的技術 在1945年中的艺术末是她的身體 她的視乎她的身體 她的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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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對她的感受她 meg間體、當她的感受妳 scout她的感受 所以她的市場所看底何個變 她的 внимание影響者 divided來到前45年 pure使玖瓶自從中威尊時 在外面看著,偶爾在同樣的照片 我們這裡有很重要的例子 所以你會有很重要的機會 在非常特別的賣物和畫面上 在這個思考的美麗和絕對藝術的藝術 作词曲 李宗盛 第一次我认为Maria 有一个写画在室室 正在向前面的壁 我完全不明白 自己的照片 很多的照片有的 这是一个写画叫《Happy Martian》 她的写画过程 但当你认为艺术 他们非常选择 他们在室室的室室的室室 所以我认为这张照片 当我开始看起Maria的工作 我看到 航空旅行人的模型 真的回到室室的时代 她的工作 我觉得现在 当我们重新去观看 这个艺术室的名单 现在会有很多的惊喜 我们会发现一些 可能当时没有被列为 最前面的一些艺术家 依然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重新去发掘 他们的作品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乐趣 我也很高兴 就是中国的观众 可以相对实时地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她的作品 讨论了很多非常本质的人类面临的问题 也不愿意 你没有没有 我认为 你的甜蜜 你突然有一个 很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